可以看到即使搶餐的人真的很多 但是首度独立舉辦的海峽兩岸旅展 第一廳的開展卻只有兩萬七千人進場 和往年有四五萬人進場的台北旅展 這個規模真的是差很大 而這次中國展區又重形象宣傳 較少促銷 造成整個中國展區除了舞台表演時 人潮比較多 其他時間可以說是冷冷清晴 哇 哇 太厲害了 始初金鐘照 鐵布山 河南少林寺秀拳腳功夫 巨人氣 鼓掌尖叫 民眾在舞台前圍了一整圈 看得目瞪口呆 但表演一結束 主持人一腿促銷 人馬上散光光 就連發DM的辣妹也佔得腿酸 不到一分鐘就沒了吧 手上這些啦 那今天吧 今天大概10分鐘 林燕丟發了10分鐘 手上卻還剩厚厚一疊 但倒是有個區塊特別熱門 他集張贈獎的活動 那如果沒有這個集張活動 你會來比 應該不會吧 熱不是為了集滿 中國31個省市搓張 換抽獎 這對夫妻還懶得來 中國展區和台灣比一比 這人氣還真是天差地遠 因為中國展區這回重形象宣傳 只有幾家與台灣旅行社合作賣行程 不過就算有促銷 民眾還是看得多下手的少 來看看吧 當作吹冷氣也可以 台灣廣 為什麼 最少台灣人比較不容易騙台灣人 對中國商譽難信任 讓台灣民眾對中國展區興趣缺缺 頭一次旅展讓中國31個省市 與台灣民眾全面的近距離接觸 但似乎是象徵大於實質意義 民視新聞 徐朱賢 李澤民 看到